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早 歡迎收看股市女王 今天老師一樣有兩朵花 什麼花 盡量花跟有錢花 昨天老師在這邊是不是講 光學類股 鏡頭 那今天那個玉金光漲 好再來老師也有說 有一檔個股非買不可 社評元件IC今天早上也漲很多 那是哪一檔 等一下再來說 我們先來解大家最緊張的大盤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呢 今天的頭條就寫什麼 外資前6月賄賂了多少 7577億元 已經今年的半年底調 去年的一年 好現在投資朋友 他外資之所以會匯進來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是他看好台股越來越有信心 好再來老師昨天是不是在這邊跟大家說什麼 說這個 我們6月的PMI已經上升囉 代表代表什麼意思 下半年逐步復甦 好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可能會覺得說 老師那今天跌了196點 你會緊張 但是我還是跟大家講一句話 這一波拉回就是一個買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昨天是不是說我在這個一開盤的時候老師做了一個動作 我做我把股上手上的股票做一個停例 我去換光學類股 好那今天早上光學類股活潑亂跳嘛 你看一下這個大力光漲5%多 那我們手上玉金光也是漲 好那我昨天是不是在這邊說現階段你要選股重於選市 不然的話你看大盤又要再被尬空手 那如果你放空又要再被尬空 其實蜘蛛人他的眉意有講一句話 你的人生值得擁有第二次的機會 好那你知道嗎 我這一次我這幾天都跟大家說 如果MACD在這邊KD交叉向上 代表會有一波的漲幅 你看2020年這時候KD交叉向上 指數從12664漲到18619漲了18個月 好那近期的是2019年 他KD也是交叉向上 那指數從多少11358漲到多少 12197漲了三個月 這一次一樣喔 月KD又呈現一個交叉 代表呢 未來還是有一波的漲幅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記得嗎 當時好 6月27的時候你看喔 指數破月線 我也是在這邊跟大家說 欸不要錯賣了喔 雖然破月線 但他月線是上揚的 再來下跌量說 而且年線上揚 這個是一個買點 不是一個賣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指數破月線的時候 好這邊我說不要賣 結果呢還是就持續上漲 沒有這個K怪怪的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的這個比較清楚 好你看一下 當時指數在這邊破月線 好我說你不要賣 你在這邊真的會錯賣 果不其然你看 又在月線之上 這邊又少賠了200多點 一樣喔 現在他又破了月線 但是他月線還是呈現上揚 我還是跟大家說 不要錯賣 不然你真的會餓完 因為呢現階段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大盤會跌 因為遇到了這個壓力測試 這邊上面是比較拖擾老量 但是呢 當大家賣掉了之後 籌碼一樣會吸到大戶的手上 那這時候呢 他們吸完籌碼還是會持續向上 所以這一波老師還是依然跟大家說 拉回就是一個買點 好 再來我跟大家講一個指標 就是DMI趨勢指標 他這個正DMI已經往上了 代表中長期反彈行情確認訊號 後世有高點客期 所以這時候你應該 就像老師說的 你人生值得擁有第二次標股的機會 好 那我當時我記得我四月多的時候 然後我就坐在這裡 接11點半的節目 當時呢 來我換起大家的記憶 親愛投資朋友 我們看過來一下 你看喔 當時的指數在15424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哇破線這邊 14K代表沒有方向 但是這個絕對是一個買點 好果不其然 一路就漲到最高17346 漲了1922點 如果你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看老師節目的 那我建議你 你可以去follow老師的YouTuber 我每天的影片都放上去 我在四月底的時候 指數在15424 我就強烈的在那邊說 這是一個買點 絕對不是賣點 果真一路就漲了1922點 當時的台積電 你看喔 也是跌到494.5 我說這個是一個買點 你千萬不要錯殺 一路上最高漲到590 漲了100塊 親愛投資朋友 100塊是什麼概念 一張賺10萬 好那現在一樣 機會又來了 現在回撤 好 今天大盤做一個回撤 好那大盤目前是跌200多 它跌到1688 好那你說老師 那跌到這裡 可以買嗎 可以買 如果指數一樣喔 它月線沒有破 我還是覺得現階段 我們要選 選股重於選市 因為你選對股票 再來大盤一波開始反彈 你是不是就荷包又滿滿 每天開盤就是 哇又賺了 哇又賺了 所以說呢 老師在這邊跟大家說 拉回是一個買點 好 那你有沒有印象 老師前幾天跟大家說什麼 我說OTC 我說OTC做一個黃金交叉了 那我是不是跟大家說 我再來 在這邊 簡報在這邊 我喚起大家的記憶 6月3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我再來會做OTC 因為OTC做一個黃金交叉 對不對 那當時候日K連三紅 好 那7月3號 OTC連四紅 對不對 也是黃金交叉 7月來 7月4號 1 2 3 4 5 連五紅 那7月5號 連六紅 好 那我是不是看法都對 我沒有跟大家說 那個加權指數 我就在這邊跟大家說 我再來會做OTC 你看連老師怎麼帶會員 我現在把call訊給大家看 好 7月5號的時候 我這個call訊也是昨天就給大家看了 好 7月5號的時候8點47分 我是不是在這邊就跟大家說 再來面臨套勞量 7月昨天的8點47分 我第一時間就給老師的會員 然後老師說什麼 我會先整理賣出一些股票 好 就是5月初到6月中的持股做賣出 我長線仍然看萬八以上 但我會布局什麼 蘋果第一位接 然後這個要加上櫃 好 那蘋果就是郁金光 等一下我再來撕開給大家看 好 再來 我給大家看 我昨天一大招賣出了6檔股票 你看 唯喜 聯羽 政威 化育 漢語博 再來 明太 我是賣出了6檔 再來 我換了1檔有沒有 我們111買的漲停班 我們看一下是哪一檔 我們看一下是哪一檔 這個 這有一點打不開 那沒關係這邊也有 我8點47分就跟我的會員說 我們要買什麼 先進光 好 那今天早上呢 有Light粉絲團的朋友 他就跟老師說 老師我想要感受你們那種一買就漲停板的感覺 因為他說指數漲了快2000點 他都沒有感受到 所以趁現在拉回是不是一個好買點 指數在高的時候一直漲你不敢買 那跌的時候是不是就是一個好買點 你不要跟我說老師漲我也不敢買 跌我也不敢買 那我真的建議你 等一下廣告打電話進來 讓老師來帶你買就好這個很簡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7月6號 老師又怎麼跟我會員說的 好 他說我看你說 來我們手上的玉金光400塊持股續報 我昨天也說玉金光 所以我說玉金光是老師的第一朵花 昨天玉金光收在成本之上一點點 但老師還是說我持續看好 Apple的概念股為什麼 因為它是低位階 那我昨天也在說 雖然AI它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沒有錯 但我總認為 就是高位階了 我要帶我會員做一個低檔起掌 像大家不是就很愛抄底嗎 那我想詢問全國的觀眾朋友 昨天老師在這邊說光學股 是不是符合你說的抄底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你看我們那個玉金光續報 好 那再來我要跟大家說最厲害 今天一大早老師是怎麼寫給老師 Light粉絲團的朋友 我在Light粉絲團寫說 我也是寫玉金光 對不對 然後再來遊戲股大禹之 這個Oh my God 這個遊戲股今天真的是表現得真的很厲害 因為暑假不外乎就是遊戲股 再來就是生技展 所以大盤今天跌200多點 總是會有小型股活搏亂跳 所以這個盤你不要看壞 你要想去年那跌一整年 外資不是會出一百零幾億跌一年嗎 好去年的盤 如果這個大盤真的很弱好了 它很少漲停 因為去年大家應該知道很難賺到錢 因為就是這樣開高走低開高走低 每天都在跌 那你說要這個類股很難形成一個 比如說強勢 但今年真的不一樣 今年真的是不太一樣 今年就是拉回就是買點 你會說老師為什麼今年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我說 昨天大跌的原因都是什麼 中國大陸不是 這個被這個美國限制這個AI發展嗎 好那我說 對台灣來說其實不太會影響 因為我也昨天也在這邊講 我們台灣的廣達 微創 鴻海 它供應鏈都直接供給美系 那大陸的伺服器代工 他直接是供給大陸的 所以對台灣來說 不會有影響 短暫真的是不會有影響 因為什麼兩強在競爭 他不太可能輸給他競爭對手 他一定會大力的投資 所以他會大力的拉貨 好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偽創 先讓電腦跑一下 好那偽創先讓電腦跑一下 好那偽創在跑的同時呢 好你看偽創今天漲了5%多 再來看一下廣達 好廣達平盤下嘛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3661 四星是不是漲 四星K1 所以說我說這個 昨天在這邊第一時間也說 昨天大跌的原因 其實就是擔心這個 美國封鎖大陸的AI 但是呢今天大盤來看 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這個大盤呢 很簡單來說就是什麼 如果是空投 只要一點點利空 哇就跌停跌停好幾隻 只要是多投一點點利空 他的反應一下下 這個你要記起來 這真的是蠻好用 你看這個四星K1 你看今天還是衝上去 所以完全沒有受影響 這就是多投市場 好那老師是不是跟大家說 多投市場你要怎麼樣賺錢 你就是要拉回買 然後抱一個波段 最好的方式是 四次就做一個翻倍 因為多投市場 他漲就是回撤均線不破 漲回撤均線不破漲 就像偽創 老師一直說 偽創就是在這個 二三月的時候 三十幾塊 他被外 他被這個投信 一路上一直買上去 好你看喔 那偽創一樣喔 他創高回撤均線不破 創高回撤均線不破 創高回撤均線不破 創高不破 所以每個回撤都是一個好買點 我用偽創的例子 來跟大家說現在的大盤 每逢回撤都是一個好買點 那今天我要給大家就是說 你人生值得擁有第二次的機會 意思是說前一波賺一千九百點 你沒賺到 好那現在機會來了 是不是要好好的把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簡報 是昨天我跟大家說的 蘋果熱浪來襲 光學股雙雄先紅 那我跟大家說 我們特別會員手上是玉金光 好那昨天呢玉金光 表現的就是在平盤復興 但我也是第一時間 在那邊跟大家說 我們續報 因為老師這一波長期看好 持續的看好 好那你看玉金光今天最高 今天早上還不錯喔 還有衝到 我們看早上好像還不錯 他有衝到這個 最高的衝到423附近 那現在還是漲2%多到412 那如果你昨天是看老師的節目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恭喜你賺了多少 至少1萬2 10張就12萬 所以我說 這個都比加入會員還要便宜 好那我們看一下 你看玉金光我昨天也說 日KD做一個黃 那個日KD黃金交叉 MACDD跟帆頭 你看他是頭肩底打底完成 這個是7月5號跟大家說 那時候403 好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說 這個光學淨投資 這個類股的指標 他的日線 他已經佔上所有的均線 而且他MACD柱狀開始收斂了 KD開始交叉擴大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張你有沒有很有印象 我說為什麼我看好玉金光 因為蘋果新機要拉貨 他現在要亮場前望市盡頭 而且蘋果這次有ARVR 他都是主要受惠者 好我是不是跟大家說 這個玉金光他5月的營收 已經開始回溫 那下半年是他們的這個旺季 所以呢第一時間老師也在這邊 就跟大家說玉金光 好我們是持股虛報 好再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等一下老師跟大家公開 因為呢粉絲老師的家族朋友 他剛留言給老師 還有人昨天打電話進來公司 他跟老師說跟老師助理說 他想要知道老師買的是哪一檔股票 昨天一買就漲停板 而且他要老師分析一下看法 好那因應觀眾朋友的要求 跟老師粉絲團家族朋友的要求 等一下廣告回來老師再來公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十八二七五二五八六八 晨誠鼓美女老師 花星光67% 廣運63% 荔枝31% 精彩26% 精準累積報酬95% 即將推出女王標股 先請把握 跟上腳步 刷在線02 應該 hex double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事名書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好 歡迎回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昨天買的這檔光學OTC的概念股是什麼 好 你看昨天我說 我買在這個開盤的時候 然後昨天外本比 就是外本比比例比較高 再來估計量大於佐量 所以老師第一時間我就帶會員進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哪一檔先進光 好 那你會說老師那先進光 為什麼你看好它 因為昨天太多人有人打電話進來公司 有人在老師Light跟我留言 他說老師你是怎麼看到它 為什麼這麼厲害可以教我嗎 因為昨天的大盤實在是很難找到這種個股 而且他們說以他們來看 以會員就是一般的散戶來看 他根本看不出來才要漲停辦 好 那我來說一下 昨天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說呢 這個先進光 好 你看他日線圖昨天是MACDD跟繁紅 而且成交量他已經出量了 再來他KD也交叉向上 好 那重點是前一天老師就找到 你說老師你怎麼找 因為我在這邊講很多次 老師是AI策略懸故 我前一天我的策略就已經找出來 因為我發現外資持續的買了五六天 主力也買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而且他位階也低 你看昨天外資買了1000多張 110 主力買在117.5 好 神奇的是什麼 老師帶會員買的點位 竟然跟外資一樣比主力便宜 這就是老師 AI選股的厲害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基本面是什麼 你知道嗎 像這個新的筆電規格要用雙鏡頭 那先進光他的技術已經越來越厲害了 再來呢 他這個指紋辨識產品 已經用在這個 Apple的這個平板 那這個是基本面 所以他的毛利率 今年已經逼近25% 他已經不是你以前認為的先進光 因為他技術有在調整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月線的部分 你看他是不是這個已經站穩所有的均線 而且他越KD持續向上 他有機會挑戰這個前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線 今天呢持續上漲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先進光的部分 你看雖然現在他在平盤 但是呢 我還是持續看好他 他今天最高還在121.5 那當然呢 其實他是OTC 那OTC現在有一點回檔 跌0點幾那會受影響 但是呢我講過老師的個股是這樣 大盤在回跌的時候 當然會這樣震盪會比較 就是說老師跌的幅度會比別人小 當然是不要忘了 明後田OTC又在漲 大盤又在漲 哇 那老師的股票叫做漲不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追蹤一下你們最關心的 老師算了怎麼辦 好 那我們也知道老師的這個例子 好 我們看一下線型 他沒有破五日線 所以我就續報 因為老師的成本在哪裡 我成本在71 我們看一下時間的關係 好 再來見準 你說老師見準你怎麼看 見準呢 因為我們的成本呢 我們是在第二次是在89附近 那我會續報 暫時續報 因為他下跌是做一個亮縮的 那老師隨時怎麼樣 盤中滾動式的調整 好 那最重要的你說老師 哇 時間有限 那我們現在回答這個 剛有人打電話進來公司問精彩 他說老師 你的精彩 續報嗎 我說對 我續報 因為我買在這個115附近 但你不要買了 因為你這樣成本跟我們差太多了 因為雖然我還是看好 但成本差太多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來不及就一點半再講 好 最後 老師推出一個女王翻倍計畫 老師昨天的標股三先進光 已經賺了六七塊了對不對 那再來我手上還有一檔 我剛講的這檔你一定要非買不可 我昨天說一定要非買不可的一檔個股 今天早上衝好高喔 已經噴亮了 亮出來了 而且股價也衝上去了 我講過 如果你用月線來看 他之前100多漲到600多漲了4.7倍 那現在又開始發動了 而且這檔個股 他第一季是虧損 第二季有機會超越 第一季20% 再來下半年的業績比上半年好 重點是這兩天 外資投信主力持續的買潮 所以非買不可 如果說你想要跟老師的互動 就像剛剛跟我說 老師那我精彩可以買嗎 來你可以跟我講 你昨天買哪一檔嗎 那你掃老師的Light 就可以盤 就可以線上零距離的互動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跟老師的會員一樣 有人說老師 我從來我好久沒有那種 買了就漲停板的感覺 那你廣告的時候打電話進來 我還有時間等一下帶你進場 拜拜 如果讓你再講 我可以多加快 我還可以提供 我可以提供整體 你會這樣 讓你去找一個想像 就是這檔案 我可以提供一下 最初的門票 我可以提供一下 评估并致富投资风险